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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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四个症状 我们来一起看基本症状 口香过氧 98%的人都有 并且是他的手发症状 这是最基本最必须的症状 因为98%的人都有 所以所有的处理过程都有口香过氧 好了 假如他既然跟你处理 白晒病的最常见症状是什么 打口香过氧 白晒病的手发症状是什么 也是口香过氧 白晒病最基本的必须症状是什么 口香过氧 所以这个口香过氧往往是打暗所谈 除了口香之外 还有外形过氧 有些女同志的外形过氧 哎 炎炎 葡萄摩炎 沙瓦摩炎 皮肤省悍大家注意了 哎 这两个特征性的皮肤省悍 希望大家记住 刚才我应该说了 干燥中和理症的皮肤省悍 特征性的指点性不形成 白晒病的特征性皮肤省悍 接近红半 风痴病的特征性省悍 环性红半 所以这三个三个我刚才讲了两遍 所以这是讲第三遍了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其他的什么 甲心毛浪炎 浅经脉 表现经脉炎 有 但是不是特征性皮肤省悍 所以这就是基本症状 基本症状是大家解体的关键 几乎所有的肢体都是通过基本症状来进行确诊 而系统应的表现呢 记不记得住无所谓了 各个系统都会受累 并且都差不多 所以这些红色疾病你看看 系统症状里的人给它驱红吗 不能见面诊断 所以系统症状在它借鸡 作用不大 消化系统受累 那么它常常表现会多夸心溃疡 比如胡同恶心火吐 增经系统 那么脊髓组织都会受累 心怀系统 那些大中筋嘛 表示心都可以 但是心脏受累就不多 关键炎 30%到50%的病人有关键肿痛 你习关键受累做多些 会 常常会表现会小通胞炎 导致什么 咖血压 胸痛啊 气短 甚至不要说 会有通胞酸散 敏尿系统 受累它有血料蛋白料 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微血管系 几乎性一下血管炎差不多 护高炎百分之 实验无力病人有护高炎 滑热 大多数有滑热 所以这些系统症状 大家记不记得住 无所谓 了解一下就行 为什么这里解体实在是作用不大 好了 我们看诊断 诊断第一个就要根据它特征性临床表现 也论它是基本临床表现四大金刚 可不像不像万元会要演员皮肤省汗 皮肤省汗里面最多见的就是结阶级红斑 那么出现这四大症状 你记得下面看不到 大家都可以给它搞定了 把这个题目搞定了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血清学检查 血清学检查大家注意了 没有什么特征性 所有你学的这些风水疾病里面只有它没有特征性 什么抗体都是隐性的 所以其他的总有几个是吧 自身抗体 但是它没有自身抗体 你看 所有的血清学检查 没有特殊 NC ANA抗核抗体 NC抗中心毛铁是抗体 抗中心脂肪体 骨体 棉糊全部都正常 所以他比较习惯 没有什么特异性的感染 血清学检查 也没有什么特异性的体征 唯一有个特异性 稍微有点特异性的 小强的一种实验 就是针刺实验 针刺实验怎么做 做了这个出现过敏症状 针刺实验怎么做 就跟他做个PVD实验 就是结合军事实验一个样 什么 皮肤一消头 消到这个那个针头 前臂的渠车中部 吃到皮内去 你看看 我们的PVD实验 结合军事实验是不是这样呢 皮肤一消头 一碰紧 我们的富士侠阿姨 在这前臂渠车中部 吃到皮内去 然后 退出来了之后 48个小时 之后观察结果 这个地方有个红色的丘诊 那么有阳性 所以这个针刺实验 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白塞病 特异性的 大家注意 特异性叫强的事业 所以一旦有这种针刺实验 OK 那么就是大家什么 就要针刀白塞病 好了 大家注意针刀的标准是什么 哎 针刀的标准就是四 就是五项 第一个特征性的临床表现就是四项 加上个针刺反应五项 五项中只要有60%养性 就是三项养性 那么就可以确诊 所以 环环服务的化成口香过瘾 环环服务的化成万云过瘾 也也 皮肤省汉 皮肤省汉就是结结红曼 那么加上这针刺实验这五项 五项中人有三项 OK 那么就针刀白塞病 哎 就是被和解塞病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针刀标准 这个针刀标准比较简单也比较实用 考试这个对大家是蛮有作用 所以在这五项中我任意综合 有三项 OK 那么就可以确诊为这个病人是白塞病 我们看19年的这个试题 女性31岁 这个病人反复发誓 口腔溃疡 扮演简单习惯 有走性肿痛一年 自觉左眼事无不清 出现间隙性腐痛 为该犯者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 那么最可能诊断 我们刚才说了 贝特切合病 它典型的四个症状是 口腔溃疡 外咽溃疡 眼炎 以及皮肤损害 你看看这都有吗 口腔溃疡有啊 眼睛瘦的有啊 那么其他的一些全身症状 这都是辅助症状 所以这都可以来解释四个症状 因此 那么这个题 正确答案该犯者最可能诊断 应该打D 贝特切合病 好了 为什么不能打系统护蚌疡疡疡 系统护蚌疡疡疡疡 可以有双膝关节 有这些肿痛 也可以有腹痛 但是一般来说 一位眼炎 事无受累 没有 一般因为口腔溃疡 没有口腔溃疡是口腔干燥 而不是口腔溃疡 所以不打A 内肯蚌疡关节炎累积的是小关节 双手双足上小关节手蚌关节 而不是腋关节大关节 所以这个根本上不能打内肯蚌管节炎 风势可以有双齐关节有止疡疡疡疡 但是有双膝估疡疡 没有 有双眼睛手蚌疡 有没有腹痛 所以那么风势只能解释这个双歉 齐关节齐疡疡疡疡 也不是病 那么排除了答案ABC 那么得出答案第一 也是正确答案了 所以用第一贝德切合并就可以解释 口腔贵阳习惯节肿痛 双眼事物不清 以及见能下腹痛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该换的特征性的皮肤损害是什么 皮肤损害是贝德切合并的特征性比较先之一 那么它最主要的皮肤损害 就是特性的皮肤损害 大家注意了是节节性红斑 所以正确答案答A 那么环形红斑是风势热的临床表现 好了盘撞红斑是系统红斑当中的表现 内风筝关键那么它是内风筝结界 所以大家看看 假如你第一题答错了 那第二题肯定错是不是 你第一题答到系统红斑当中 第二题绝对就错到盘撞红斑去了 假如答到第一题答到风势热 那么第二题绝对答到反系红斑去了 那么第一题打到内风筝关键炎呢 第二题就打到内风接接去了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诊断是关键 所以诊断错了 那么以后的都跟着错 那么这个大家千万把第一步 贝特结合并要打对 否则第二位大家就都错了 好了 这就是大家什么 在考试过程中经上 第二题经上错的原因 是因为第二题是建立在第一题的技术之上 所以诊断是关键中的关键 好了我们看资料 资料大家注意主要是对症资料 其实目前我自己没有考到过 假如没有这个对症诊涵 也没有炎炎的 大家注意注意对症资料 你比如说有关键炎的 就跟他会载体一样 假如季节分斑的 就跟他秋水进去 假如这个病例是口香贵阳 或者钱 不太没炎的 那就跟他谈皮的技术 大家注意 不是静脉用 因为静脉用 护车用太大 那么就是拒不用 好了假如苦叫苦羊都有杀的动案 它是据说有缴好的老效 这就对症资料 假如合并有内脏血管炎或炎炎的 那么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除了糖病的技术 还要加免疫移植剂 生物资料就用 主肿瘤 患生因子 低解抗剂 这就整个资料 资料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目前为止 还没考过他的资料方案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